缘标题 次年公元219年,所牵涉的人物是东吴名将吕蒙,其原文竹下,吕蒙遂到南郡,世人,民方皆将,蒙入巨城,近了与吉将士家属,皆无畏,运令军中不得干领人家,有所求取,蒙徽下世,世辱男人,娶民家一帝,以赴关凯,关凯虽公,蒙有以为犯军令,不可以相礼故而非法, 随垂体展之,于是军中阵力,道不时宜,蒙弹幕使亲近存续其老,问所不足,疾病者给医药,饥寒者刺医粮,于府藏采访,亲封闭以待权制,这段文字的大意是,吕蒙来到南郡,守将士人和民方投降,吕蒙随即近战南郡之所所在地江陵城,俘虏了关羽及其他将士的家属, 对他们一一给予安慰和照顾,并下令,士兵不得冒反,百姓急抢劣勒索,军中有个士族,是古南军人吕蒙的同乡,拿了百姓家的一顶斗笠,来遮盖军队的铠甲,铠甲虽然是军队的公务, 但吕蒙仍然认为这个士族违反了军力,不能因为他是自己的同乡而违背军法,便流着眼泪将其斩首,此举全军震动,路上丢下的东西都没人敢捡, 吕蒙经常拍身边的随从取慰问和救济老人,问他们缺少什么东西,生病的看病几样,饥寒的送医送粮, 吕蒙又将关于府库中的珍宝都封存起来,等到孙权到达之后再做处理, 今天要说的成语,便是这段文字中的存续其老,以为为为何就记老人, 这也是由三国制作者陈寿首创的一句成语, 金香之战,是决定三国疆域版图的关键之战, 很多人对吕蒙拿下荆州后,为何城中军民不做任何反抗感到不解, 其实这段记载已经说明了问题,吕蒙不成后,军记言明, 存续其老,对百姓秋毫无法,不但消除了百姓的敌意, 这让关于军队的家属们大为宽心, 付此,不但城中没有出现任何的对抗, 同时也为后来关于派人前来查看营造了良好的氛围, 当关于的使者回到军中,将士们听说家人在吕蒙手中一切安好, 自然也就没了军心和斗志, 关于了覆灭也就成了时间问题, 参考书籍《三国志返回搜狐》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